靈魂力量成就生活的美学 大家好 我是全球手的现录老师 AKA清云店的阿古塞工 又到了我们每周的12星座联络卖运势周报 在上一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很多事情动起来了 开始改变了 或者是有个进展了 或是说你的思想在原本没有办法达到答案的地方 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或是新的思绪 那这礼拜又会迎接什么样的能量呢 其实在下礼拜的能量 更多的会有一种新的建构 或者是说你已经准备要进入状态了 以及你整个架构完整 是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情况 会慢慢的浮出台面 这更多的代表说你上一阶段的努力 或者是说你在面对这改变的过程 其实都已经来到了一个调和状态 其实会有一种推着你前进 或者是有一种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感觉 所以待会我们就来看一下本周运势 到底大家会面临什么样的稳定 或者什么样的改变 以及往哪个架构发展吧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我们的军事所的频道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他知道说你本周运势 是否有核道的地方呢 然后可以跟我分享 那如果想看更多 关于人卖运势在十二星座 这边的周报的内容的话 也欢迎跟我们留言 让我们知道好吗 好不多说 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正片吧 上车摩羯 你看摩羯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工作上面的话呢 你原本会以为自己做了一些好事哦 结果没想到被别人议论的时候 却多了很多留言或是别人的想法 并非如此哦 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如果你有做一些坏事啊 或起了一些坏心思啊 可能要注意一下小心被发现哦 那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建议不要太多的谈论自己经济状况 或自己的收入方向 可能会被有心人靠近利用哦 会有破财的可能性 确实一部分的话呢 为了做的朋友啊 本周建议不要动太多小心思 或者对他人有不好的念头哦 其实很容易会被发现 建议还是把这些念头拿掉吧 上升水平 以及太阳水平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事业上面的话呢 要好好的找回自己原本的初心哦 才会让你的工作 会有更进一步的效率 跟前进的动力哦 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另一半可能有些成家 或买房子的压力哦 让你感受到感情上 附有一些成本啊 或者是两个比资的关系比较紧张哦 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水平座的朋友建议 你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说 你跟之前买一些 不同于以往的东西 会让你感受一些心境转换 或者是花钱 会觉得特别有感觉哦 那在确实一部分的话呢 水平座的朋友啊 在你的支出上面 可能有一些成本 是你固定会算的 比如说我们的房租啊 或者是说固定的保险费用啊 或者是固定的一些水电费用啊 建议你这礼拜哦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经济调配哦 可能会有些地方 有所异动或变动哦 上山双鱼 与太阳双鱼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事业方面呢 感受到自己的兴趣是有兴趣的 或者觉得是有信心想投入的哦 但是总是觉得困难重重啊 或是事情 总是没办法完成 让你有一些压力哦 那在感情部分的话呢 会与对象的想法 以及思考 渐渐的统一一集 或者两种相同的看法咯 恭喜你们哦 在产业上面的话呢 本周运势会承袭的 前几个礼拜的一些能量哦 一样会有贵人带领你投资 或者给你一些合作的方向跟想法哦 也有可能带你进入一些新的交友圈 认识更多人脉的感觉哦 在缺席一部分的话呢 双鱼宙的朋友 本周会觉得啊 计划太大了 太远了 执行能力不足了 或者觉得说 自己真的能做到呢 的一些 嗯 自我没信心的状况哦 建议你们不用想太多 因为 传到条路自然之类 而且会有人 或者是会有东西哦 总是会 像鸭鸭这样的般的 保护你 或协助你成功哦 上升牡羊 以及太阳牡羊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世界上面的话呢 会有个新工作 或是新的合作机会 或者跳槽的机会哦 那这种感觉 会让你有点翻脚啊 会犹豫不决 是时候这个做决定吗 就是好的一个决定吗 会让你有一些焦虑哦 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好像家中会遇到一些 不得不处理的事情 或是一些状况 要你来面对哦 可能会让你的感情 变得有点受挫 或被影响哦 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我羊座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会开始脱离一些 吃不起海鲜的状况哦 那也会让你的收入 和经验都会得以 丰富的一些吸收 也开始比较稳定起来了 但是 你可能要多多注意哦 继续这些教训哦 在圈市里部分的话呢 我羊座的朋友啊 这个礼拜可能会遇到一些家人啊 或是一些人 不替你意见就帮你安排好事情 或是要你强迫去执行哦 会让你有一些烦躁跟焦虑 建议放宽心吧 也许你就承担不了那么多责任啊 上升金流 也太阳金流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事业上面的话呢 做的不去啊 新的不来 建议可以规划好 重新整顿再出发 对你来讲是一个对事业上面 和改变上面 更好的一个信念哦 那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有对象的朋友啊 可能会觉得对方怎么安护了 安护不好 怎么圈都圈不好 或者是好像怎么说 都屡圈不听的感觉 让你有点焦虑 或觉得事情无法被纠正哦 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金流座的朋友 建议你现在啊 只要把目前的理财规划 给做好就好了 采取被动的姿态 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投资 或者带动作 或者是觉得说 一定要强行改变现况 会让你比较顺遂哦 宣誓一部分的话呢 金流座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还是会感受到 就是你该有努力的事情 或者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好像都没有太多的进展 或者会有一点迷惘 自己的行动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应该有下一步 才不会让自己卡在现况哦 其实这边可能跟金流座的朋友讲啊 建议你采取被动就好了 你该做的其实都做了 你也够努力了 不要再逼自己更加努力了哦 因为现在 不是你不够努力的问题 是食不我鱼的问题哦 上升双子 以及太阳双子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系列上面的话呢 可能会收到合作 或是邀请的机会 有机会会到外县市工作 或者是调整你原本居住的岗位哦 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会有一种啊 总是要做了才跟对方讲 或者是说自己执行好之后 也不跟对方好好商量 这会让对象哦 有点懊恼又觉得生气 然后又无奈的感觉哦 你们关系可能会因此增值哦 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可能会为了就是现在的生活水平啊 或者是说为了赚更多钱啊 动很多的歪脑筋哦 这可能会让你得不偿失哦 那在双子座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的确实语部分的话呢 会建议啊 你可能会有一些官非啊 或者是说跟朋友 有一些合作上面的问题 还有就是细节没有谈论清楚 导致双方有一些误解的状况哦 建议可能要花钱了事 或者是说这可能得认赔了 你才会让这个事情 比较妥善的安排 所以你会有点破财的状况 就当做是花钱消灾吧 双生巨蟹 也是太阳巨蟹的朋友啊 本周的运势在事业上面的话呢 在工作上可能会得到一些好评价 或者是上司的赞许哦 会觉得感觉还不错哦 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会觉得在平凡的生活之中 想要和对象制造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新的巧思 建议可以去做 就像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那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有点有钱财往来的对象之中啊 可能会有一些人带着一些小心思 会被骗钱啊 或者是说他可能别有用心 来获得你的钱财哦 要注意哦 那在确实语部分的话呢 具体做的朋友 总算抓到了平凡生活 或者是说该有的稳定生活的规律哦 不管是钱财感情 还是生活的一些模式哦 但是建议啊 还是不要再起一些小心思 或者是在想闹事哦 这可能会让你再陷入下一个困难哦 上身狮子 以太阳狮子的朋友啊 本周的运势在事业上面的话呢 只要下定决心哦 一切都会变得好转起来 所以呢 怎么做以及想做什么 会是你最大的目标哦 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有一些不想管的事情呢 或是不想碰的事情 又要扶出台面 让你有一种非管不可 或是非除你不可的感觉哦 有点烦躁哦 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如果你有些预购商品啊 或者是海外的商品 正在路上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延迟 让你觉得有点错愕 或者觉得 你预期要到的东西 没有到达哦 那再缺失一部分的话呢 事业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其实蛮容易会有一种啊 别人装阔 或者是若不达 中原充胖子的感觉 你会因为别人这些外在条件 或者是别人自吹自擂的状况 你就会过度的信任他人哦 这可能会让你遇到一些危险 或者是说 你不该信任的人 来到你生命之中 欺骗你哦 上身处女 以及太阳处女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工作上面的话呢 如果你是正在求职的人啊 或者正在准备换跑道的人啊 你可能原本在找一些心仪的公司 但可能会收到一些不录取啊 或者是说驳回的一些状况 让你有些伤心哦 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会心里面藏了很多话 想跟对方讲出来 或者是说 你甚至连表达都讲不出口 会让你有一些苦闷哦 那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初女座的朋友啊 会觉得自己的投资 好像会不如预期 但其实是小有成果的啦 所以你也不要预设太多 好吗 那初女座的朋友 本周运势确实一部分的话呢 我会觉得初女座的朋友啊 你本周可能会活在一种 觉得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啊 你帮助了很多人啊 协助了很多人 也觉得说大家都很喜欢你 有一种就是说 诶 我办的活动是不是最好玩啊 诶 我是帮了你很多 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好啦 如果你开心的话也是不错 因为大家可能只是没讲实话而已 笑声天秘以及太阳天秘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系列上面的话呢 在某些决策或是决断上面 会有一些犹豫的感觉哦 建议你还是要问一下自己哦 为什么而做 而且到底想做什么 这才是会让你找到行动的目标哦 在感情下面的话呢 会对对象有很多话要讲哦 但是你总是讲不出口 对你来说讲出口可能太困难了 会有一些压力 或觉得就是拉不下面子的感觉哦 那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本周啊其实蛮容易会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 或者是可能抢到最后一个特价商品 或者是这个东西绝版的被你给买到手了哦 会充满小确信的感觉哦 来圈识一部分的话呢 甜品座的朋友 其实本周运势啊 你在很多行动和idea上面会最近很多的想法 会有很多计划啊 沟通或会议的讨论 但是啊核心目标跟行动的主旨好像没有很明确 会让你觉得执行起来有一些吃力哦 建议要重新定位一下哦 上升天蝎与太阳天蝎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事业上面的话呢 可能会跟上师啊 或是女性的主管啊 有一些深度会谈 让你有一些获益良多的感觉哦 那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不管你有没有对象啊 建议都可以出门走走 啊去放放松 或者散散心 那你会觉得自己心情不错 也有可能会有心恋情的发生哦 那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天蝎座的朋友啊 你要找到一些自我的优势 跟你赚钱的目标啊 你才能真正的让自己事业起飞 或者是有更好的财源收入哦 所以建议先定位一下 自己有哪些才华 跟可以执行什么吧 那在劝势一部分的话呢 本周的天蝎座啊 可能会有一些老朋友啊 或是家中的女性啊 可能会跟你出门 或是说邀请你出去 或者是说来找你的感觉哦 你会想分享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跟他们好好聊聊吧 你其实蛮孤单的 需要被他们给认同哦 上升射手 以上是我的朋友啊 本周运势在事业上面的话呢 你需要去更加的确定 你的规范和下一步目标了哦 总感觉你需要重新去整理啊 一些规则 或者是一些细节的部分 会让你需要做整顿的感觉哦 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有一些事情的决定权哦 反而来到你手上了 或者是说 你是被动的被他人丢出 决定的方式哦 这会让你感受到无所适从 可能原本的你在情感上面 都比较依赖哦 那在财运上面的话呢 本周啊 有点破财的感觉哦 建议少花钱为妙 或者是神的点会比较好哦 感觉总有一种你会花冤枉钱啊 或者是说 打中你虫胖子的感觉哦 那在确实一部分的话呢 社友座的朋友啊 感觉你会有一种新的疆土要拓展的 或者是新的方面要打开的 或者是说要建构新的一个方向或才华啦 但是我这边得跟社友座的朋友讲一下 本周的话你要小心 步步为营 包括在人际 经营或事业下面 可能都要用 比较谨慎的心态来面对 会比较好哦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十二星座 刘漫运势周报啦 那大家会在这个礼拜遇到比较多的一些改变哦 或者是说一些突破现况 或者是课题 或者有点爆发 或者是你可能在面对自己现在的困难 需要更多的调整心态的状态哦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本周 藉由这些运势周报 可以得到一些更多的提点 或者是说在面对一些冲突 以及你做出 无所事从的选择的时候 可以多一个依据 或者是多一个想法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哦 如果说喜欢我们的那个十二星座 雷龙曼周报的话 记得留言让老师知道 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官方下面底下哦 告诉说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对应到那一周的状况 老师会很开心的跟大家做一些回复哦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当然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十二星座周报 那接下来呢 在这个九月份的开始哦 我们即将在晴云店啊 迎接水关涉催以及跟天色日同期的一个 财宝回洋家还有天色涉催的一个服务活动哦 如果大家有在这个希望可以在 水关大地的生日以及天色日的过程之中 一起来为自己把这些感受或纠结的情绪做一些度化 或者是做一些转化的话呢 也欢迎来跟我们情绪做报名哦 好那今天的十二星座周报到这边 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下周见 就是还是会 犹豫 问问自己内心做什么 犹豫 与对象表达想法 对你说 太困难 很困难 怎么会说不出口 呵呵呵 这边这个课程是最好 会建计 会大 115 2 5 4 Dios